現在會和大家說說什麼是波動性 Volatility 波動性,用來描述市場在價格變化的波幅 數字越大,市場波動性越大 相反數字越小,波動性越低 外匯交易的波動性 是指在某個時間範圍之內 該貨幣對的波動的幅度有多大 在比較28個貨幣對的波動性的時候 點並不是衡量波動性的指標 由於波動性是指某時間範圍之內 價格的高值和低值之間的差距 一般可以用指標來計算 例如ATR、Bollinger Band、移動平均線等等 參考貨幣對的波動性 有助於調整交易系統和交易時間 而配合相關的交易策略 通常,尋求較低風險但回報穩定的外匯交易者 會選擇交易低波動性的貨幣對 相反,可以接受高風險的交易者 會傾向交易高波動性的貨幣對 從波動的格格變動中獲利 而ForestForest有自行研發的波動性圖表 同樣可以利用這個表來分析和比較 不同貨幣對的波動性 而ForestForest的EA也有相關的自設選項 可以讓你選擇在某個時間席裏 設定符合你交易策略的最小和最大波動性範圍的貨幣對 這樣就可以輕鬆過濾和交易策略無關的貨幣對 就這樣就可以了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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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到處了